大台中地區乾旱嚴峻 但是台中大理今天上午又有水管爆開 流出來的水幾乎要把馬路淹成小河流 讓民眾看到如此浪費非常心疼 拍照露營也PO上網 民眾表示這幾天都有出現漏水的情形 而修繕的工人表示接貨通知後 有立刻前來處理 還不清楚爆管的原因為何 民眾也希望趕快把漏水給修好 別白白浪費掉水資源 哇啦啦啦水不停的流 整條馬路變成一條小河 台中大理人福街18號又有水管爆開 有民眾把這樣的情形錄下來並PO上網 相關單位可以起床了嗎 從早上五六點水就流個不停 也沒有防護措施 附近民眾說最近這幾天 就發現有漏水的情形 最近都會有 只是沒有像今天這樣子那麼嚴重 它都會微微微微的出來 但是你不會覺得它會很誇張 你就不會想說影響也不會那麼大 實際回到現場破管的情形已經修繕完畢 馬路也重新鋪上柏油 工人說一接到水管破掉的通知就立即來處理 只不過水管埋在地下也不知道為什麼會爆開 雖然已經修好 但現在正式缺水期可以用的水就這樣白白浪費 讓民眾看了實在好心疼 接著言論宏建民台中採訪報導